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虽好 但是有时却也很难为情 因为今夏亲耳听见陆毅对别人说 抱歉 我不能喝酒 目前正在和太太备孕 陆毅和今夏正在备孕的事情 有意无意间被众人得知 以至于阿德看见今夏 有的时候便会尴尬地笑一笑 陆磊更是没有个正形 偶尔还要调侃今夏一番 这真的是让今夏觉得好难为情 这一日 今夏再一次听见陆毅以备孕为借口推掉酒局时 他忍无可忍 怒道 陆毅 你能不能别把备孕挂在嘴边 这让人很难为情耶 怎么了 我说的是事实 陆毅倒是没有觉得什么 备孕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正好可以以此为借口 推掉不必要的酒局 皆大欢喜 虽然是事实 但是被别人知道也很难为情 今夏的尴尬处境 陆毅自然不会懂 大家不敢调侃他 便都来调侃今夏 我都不怕被别人说成妻管言 你怕什么 陆毅不理解今夏的扭捏 管他人说什么作甚 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便好了 因为备孕 拒绝喝酒 也有人调侃陆毅是妻管言 但是他只是笑笑 不辩解 不言语 妻管言又如何 面子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套 他才不在乎那些表面的东西呢 我不管 反正不许你再四处乱说 今夏懒的和陆毅解释 他感觉自己和陆毅根本在两个频道上 矫情 陆毅依旧是不以为意的状态 陆毅 我和你说正经事呢 你竟然还说我 今夏用手指着陆毅 一脸的不开心 过来 让我亲一下 陆毅仿佛没有听见今夏说什么 反而是理所应当地下着命令 今夏突然间被他逗笑 站在陆毅的对面痴痴傻笑 笑什么笑 陆毅发现今夏特别爱傻笑 有时没事便傻笑 并且他一旦傻笑 那就是又想到什么卧错的事情了 我高兴 要你管 陆毅拉了一下惊吓的手 将他拽到自己的面前 命令道 快说 陆毅 你告诉我实话 你们男人是不是整日脑袋里面 就想着那事呢 嗯 这是什么话 陆毅眉眉眉皱起 明知故问道 想着什么事 你少装算 你明明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 要不你告诉我 在套路这件事情上 我们陆总向来没有失败过 不过 他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今夏 男人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 确实是经常想着那件事情 他觉得这没有什么难以启齿的 这是男性的共性 他也不例外 除了备孕 陆毅和今夏的事业也开始搞了起来 小林出国深造圆满结束 一回到了陆市 而今夏呢 正是掌管技术研发部门 成为名副其实的原总 设计部门近期的工作任务比较重 除了配合李新田 完善智能化管理外 还开展了智能化产品的研发 今夏决定将高压段路器 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要将智能化与现有的高压段路器性能相结合 采用智能化技术手段 对高压段路器的性能进行监控 他和小林两个人分工合作 他负责电器方面的智能化监测 小林负责机械方面的智能化监测 争取做到能够在后台上看到高压段路器所有的数据指标 除了能够给予相关的监测 还要能够给予相关的指令 今夏和小林利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经过反反复复的试验 反反复复的推翻重新设计 终于设计成合格的样机 他们将设计结果上报给路易 要求将产品送往第三方试验 若是试验通过将要申请专利 待路易同意后 今夏和小林便开始准备试验项目 李新田负责准备申请专利的资料 双管齐下等待着好消息 今夏又要出差了 路易倒是有些小舍不得 自从出国回来至今 两个人几乎都在一起 倒是让路易产生些依赖 当然他自然是不会承认的 看着今夏准备出差行李 他不禁酸酸得道 做试验为何不派其他人前去 这个样机是我亲自设计的 当然要我亲自去 若是出现意外 我也能第一时间 掌握现场的数据信息 说得像我们陆氏企业 没有其他人才是的 喂 不对哟 我怎么感觉某人酸酸的 不会是舍不得我出差吧 今夏感觉出来路易的语气不对 故意调侃道 无聊 嘿 今夏傻笑两声 突然间抱住了路易的脖子 笑着道 等我回来 我们就要小孩吧 我妈都催我好久了 再不要 她都要以为我不孕不遇了呢 胡说八道什么 路易不喜欢今夏这个调侃 我要是真不孕不遇了 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会和我离婚吗 言今夏 我不喜欢听那两个字 你最好永远不用对我讲 玻璃心 你说谁是玻璃心 好了 好了 我开玩笑的 下次不许胡言乱语 嗯嗯 我错了 你要出差了 先补偿我一下吧 喂 路易 我还没有收拾完行李呢 明早再收拾 喂 路易 你别 乖 听话 喂 路易 别带他了 好 好 谢谢观看